風吹來是暖的 皮膚好像被火燒一樣 這個就是夏天的感覺 最好的地方就是因為熱 所以單車徑是沒什麼人出來踩 每個人踩單車都有新手的時期 踩單車徑一段時間 就會開始想什麼時候可以到馬路踩呢 這裡所指的新手 不是什麼剛剛學會踩單車 又或者什麼一天租車人士的新手 當你是玩單車都玩了一段時間 你在單車徑都可以由圓周仔踩到馬橋 全程是不需要落腳的 這樣一程都正正常常 甚至是可以踩得更加遠 有一定的體力 懂得怎樣運用變速器 上斜的時候懂得調輕腳一點 下斜的時候亦都可以正正常常地下斜 不會說很害怕或者很震 都已經是有一定經驗了 但是未踩過馬路的 就是指這一種的新手 就不是那些什麼一天 今天我第一天踩單車 學會了踩單車 想直接下去踩馬路 如果是這一類型的新手 就真的祝你好運了 謝謝 如果是去馬路踩都要看自己想踩什麼 例如你想上斜 還是就這樣平路呢 還是想上斜加平路 不過很多時候都不能選擇 因為我們這邊山多平地小 所以都是踩山多 如果是要踩平路的話 就要進去東沖 又或者清宮那邊才行 你要住在那邊 就可以經常在那邊踩到 如果住在北區 大埔這邊 就要特意坐車進去才行 所以要衝平路的話 真的要長一點的 繞圈的 真的要東沖又或者清宮 不過新手 我想你一開始都不想 不想為了踩一條馬路 特意坐車去到那麼遠 山多平地小 如果是大埔 上水粉嶺 大圍沙田這邊 就多數真的踩山 唯一一條長 叫做長一點 漂亮一點的馬路 就是幽景 但那裡也不是很長 而比較多的師兄都會推介 一開始踩馬路的話 可以試試踩幽景 梅子林 又或者是綠頸 因為這三條路線 是比較… 對比一些更斜的斜路 算是容易 我都事先聲明 剛剛提及的那幾條路線 我就說比較簡單 這個的簡單 只是對於我 我覺得比較簡單 說不定 對各位看這段片 你可能會覺得很難 例如說你踩六頸 就這樣一個圈 你都要停車 可能退斜退市 五次都不定 所以這裡都說清楚一點 所以在看這段片 你打算去踩馬路 打算挑戰我剛剛提及的 梅子林 幽景 又或者是綠頸 雖然我說簡單 但你都預料了 你是可能要推車的 對… 以新界所有路線 上斜的路線來看 幽景、梅子林 和綠頸 算是容易的 不過上網有時都見到 有些人 即是有些新手 見到一些討論區問 我想試試踩馬路 有哪條的馬路會適合新手呢 然後有些人就會騎你 波羅山、華山那些 經常都見到 那些真的擺明是騎你 當然也看到有些師兄 會提及一些比較簡單的路線 幽景那些 真是適合新手 不過也真的見到有不少 擺明真的騎人那些 真是好不要得 無論是幽景、梅子林 還是綠頸 我都曾經是拍過片 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看那幾段片 然後看完影片 看看那段路 是否真的適合自己踩 看看哪些位置有斜路 落斜 很多彎位 會不會很害怕 太多彎位 劈彎炒斜 去審試一下自己的實力 和經驗 再去決定是否踩這段路 真的踩這段路的話 就真的自己承擔風險了 無論是梅子林 優景還是綠頸 都好 你踩得上車 都是會有落斜的 上車是比落斜的 落斜是更加難的 因為落斜的速度會比較快 你需要控制好你的車 轉彎的時候 怎樣過下去呢 初期剛剛踩 例如說綠頸 就不用說一定要一腳 一腳踩到進盡頭的 真是累的話 看看中途可以先停幾次 中途會有廁所 也有汽水機 可以讓你買一下飲品 為了親身示範 我就來到馬路這裡 現在我在邱景 就是適合新手踩的 其中一個地方 這條路線可以看到 來到這裡 就是車就不算是很多 雖然旁邊現在是拍了很多車在這裡 但是有些車出出入入 就不算是很多 正常就算有車都好 貼在一邊就可以了 靠左 不過靠左的時候 都要看著旁邊的車 會不會開門 又或者有沒有人 這樣 對了 繼續踩 前面就是上車的 如果不想上車的話 其實可以在前面上車之前 轉彎回頭 U-turn 不過就會很短 路線 只是踩平路的話 來到這裡 沒什麼車 先喝一口水 嗯 然後有些樹 看到遮瑕音不錯 前面如果我不想上車 就可以在這裡 U-turn 轉彎回頭 就看旁邊 後面 前面 又沒有車 我現在沒有車 就可以轉彎 對了 不過我想上車 所以再轉彎 繞個圈 這樣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記得 記得看車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無論是踩單車勁 還是馬路都好 來到這裡 就開始上車了 上車之前 就照平時的變速 例如想輕腳一點的話 就輕腳一點 都是這樣上車 距離這裡 就不算是很長的 它算是短的那一類斜路 夏天 這個天氣 踩上斜路 真是增加難度 好了 假設 我現在是一個新手的話 我來到這裡 有機會已經很累了 很累了 我很想休息 啊 啊 那就可以停在前面那裡了 那前面那裡是有一張椅子 可以讓你坐下 或者停在這些位置 是不是呢 停之前都最好 看看後面有沒有車 好累啊 那這裡休息了一會 然後又繼續上路了 出來之前都記得 看看旁邊後面前面有沒有車 這樣就繼續上了 好辛苦啊 好累啊 好累啊 我沒力啊 我沒力了 好啦 就可以停在這些位置 如果真的沒力的話 然後下面有車 記得先退入一點 讓這車過了 所以都要看下前面有沒有車 如果第一次踩這些路 就不用這麼急 一定要一腳踩到上去 好啦 上了 好啦 那我休息完 就踩上去了 啊 差一點點 啊 好累啊 好累 好啦 那上到頂之後 就可以沿路自反了 下斜地下回去 好啦 那下斜的時候 可以調重腳一點 對了 好 那前面有輛車 可以示範一下 那不要跟車太貼 跟車太貼 就有危險的 所以就保持一段距離 這樣 這樣就保持一段距離 那下斜的時候 其實這一支的路 我自己就覺得 下斜 它不是很斜 所以有時候我都懶得說 捉住下巴 我覺得捉住上面都OK 但是你想穩定一點的話 就是下斜 穩定一點就可以捉住下巴 這樣捉住下巴 下斜 下斜的速度都比較快 所以就不用說 不用說靠左 靠得那麼貼 出一點點我覺得都OK 就是不用說 下斜的時候 貼到這樣 這樣反而會有點危險 因為速度比較快 可以 噴出一點點 例如這樣 這樣就差不多了 踩馬路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過還有一些東西 是需要注意的 例如晚上踩的時候 就記得著燈 後面紅燈 前面白燈 然後平時有些車 又或者轉彎的時候 必要時 就要打一些手勢 轉左轉右 總之讓司機知道你想怎樣 就不是一下子 可能轉彎 那些就有點危險 那這些地方 其實都是跟踩單車勁一樣 有時都要讓人知道你是想怎樣 大致上就是這樣 如果各位看這段片的你 你是新手 真的有考慮去馬路那裡 可能上一下車 練一下腳力的話 就自己記得 做足安全的措施 路上靈意愛 單車人人愛 那今天這條片就差不多來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條片又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